张康阳本年26岁,是苏宁世界公司副总裁,世界米兰足球沙龙董事,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苏宁董事长张靖东的儿子。 跟着80后现已进入,新中年,90后的二代们现已连续上台。 几年前80后,少主,们进场时相同备受重视一同来看看他们的境况和故事。 截至12月11日,国米以9胜2平0负的战绩在当前一甲积分榜位列第二。 这也是自一甲23年前实施三分治以来,国米取得的最好成果。